30号下午 赖清德总统启动首次元首外交 出访我太平洋友邦 马绍尔群岛 图阿鲁伯流 展开为期7天6夜的访问友邦之旅 访团将过境美国夏威夷 以及关岛 11月30号 我就帅团前往友邦 我准备了三个小礼物 送给友邦的儿童 过境期间 预计会见老朋友 并且出席 智库闭门会议 不过出访前夕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警示 解放军有可能会借机展开 在联合力舰2024C军演 军方也侦查到 共军联合战备警循 为了预防总统专机遭遇骚扰 空军预计将调派F-16V战机 换向2000 实弹半飞 过境美国 因为它不在美国的本土 所以中国道路军演 它的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制 说起来的话 美国跟中国道路 有一定的台阶可以下 这次军演是给美国人看的而已 这样的行程 当然是巩固 中华民国既有的一些友邦国家 同时也兼具安全的意义 中共应该要避免军事恫吓 专家分析大陆军演 是在向美国警告别踩红线 而另一头两岸 双方极力争取加入CPTPP 但成员国28号 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会议后 我国跟大陆的入会申请案 确定被搁置 换句话说 台湾百姓萊猪吞了 但终究还是没能成功入会 简单来讲 就是双双的被封杀了 我们的努力也不够了 英国跟我们同时间申请的 英国现在已经加入了 台湾为什么没有 也就是说台湾的国际关系 其实是奠定在 两岸的和谐关系之上 两岸的关系 重要性绝对高于国际关系的 就在赖总统出访的关键时刻 美国批准拜登任内的 第18次对台军售 总加约新台币125亿元 总统出访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牵动国际局势 记者张又茨 王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